《处理诚勢的复杂性》第二篇 第四章《个人的生命抉择》 131页《个人的生命抉择》 第二篇《处理诚勢的复杂性》第二篇《处理诚勢的复杂性》 生命的复杂在于我们同事身兼个体家庭工作组织以及社会的成员 要分割这些项目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事有些时候必须要做如此分类才能够长加讨论 因此让我首先把注意力放在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抉择之一 也就是身为固体在心中所做的选择 如我所说的意识发生在选择之前 没有意识就不会有选择 因此我们在生命中能所能做的最重要个人决定 是选择生生不息的意识 然而意识并没有使缺习变得容易 相反地 意识增加了缺习 缺习的复杂性 为了举例说明缺习的复杂性 想想看你是如何处理你的愤怒 小老有一群神经中书掌管并且产生我们有力的情绪 其中之一是愤怒的中书 在心灵对话中我们我说人类的愤怒中书 与其它动物的一样 基本上它是一种领域性的机制 当任何外来生物侵犯了我们的领域时 就会触发 例如一只狗会攻击 另一只不小心进入它领域的狗 人类其实与狗相去不远 但是人类对于领域的定义是复杂 多面的人类不紧拥有地理上的领域 当陌生人不请自来摘取原子类的花朵时 你会愤怒 人类也有心理上的领域 当别人批评时我们会生气 人类同时患有意识形态的领域 当别人重伤我们的信仰时 不管批评者是陌生人 而且是在千里之外透过麦克风说话 我们还是会勃然大怒 由于我们的愤怒中书是在发作 而且时常不合时宜 有时候只是感觉被冒犯 而不是受到真正的侵犯 所以我们必须有弹性地处理那些 激怒我们的情况 也就是必须学习一套复杂的系统来处理愤怒 有时候我们要想我的愤怒狠笨 不成熟这是我的错 有时候我们应该如此下结论 这个人的确侵犯了我的领域 但是这个意外没有必要为此生气 或者咦?他的确侵犯了我一点点 不过没有什么关系 不值得为此大发雷霆 但是总会有一次经过几天的思考后 会判断某人真的严重侵犯了我的领域 那么就必须对那个人说听着 我对你有很大的不满 有时候只需要立刻表示愤怒 当场给予入侵者迎头痛击 当我们愤怒时至少有五种方法可以处理怒气 我们不仅要知道这些方法 更要学习在什么场合使用什么方法 这需要对自己内心与外在环境都有透彻的觉察才 难怪只有少数人能够妥善处理愤怒 而且通常要到四五十岁时才做得到 去多人则一辈子无法做到 事实上能够正面积极处理生命中的一切问题与挑战 这种能力界定了心灵的成长 相对的拒绝成长 则会带来自我毁灭 拒绝成长 则会带来自我毁灭 133 聪明的自私与愚蠢的自私 133业 要成长必须学习分别自我毁灭与自我建设 要成长必须学习分别自我毁灭与自我建设 当我还是心理医生时 我与病人经过五次会诊后 就不容许他们再使用无私这个字眼 我告诉他们 我是一个彻底自私的人 从来没有为其他人做过任何事 晓花时我不会对花说花而潮 我再为你做事 你应该感谢我 我淋花是因为我喜欢美丽的花怼 同样的 当我为孩子而有所遷就时 是因为我想要符合一个理想父亲的形象 同时做一个诚实的人 为了使这两种形象能够完整地存在 我便必须时常身不由己 去做我平常不会想做的事 事实是我们所做的任何事 或多或少都要自己有利害关系 例如捐钱给慈善机构 使自己有荣誉感 有人宣称他大学毕业后 犧牲了一个酬奴丰厚的工作 好进法学院将来做律师 造福社会 其实也是造福自己 一个妇女 所以牺牲自己代在家里抚养 孩子严护就出外工作 因为他愿意为家庭奉献 但是他也因为这个决定而得到利益 所以自私不是一件单纯的事 我会要求我的病人去区分聪明的自私 与愚蠢的自私 愚蠢的自私是逃避痛苦 聪明的自私是分别何种痛苦 是建设性的 尤其是情绪上的痛苦 何者是非潜似的 我谈了许多关于受苦与纪律的道理 许多人也许会认为我是受虐狂 我不是受虐狂 我是享乐狂 我看不出非潜似性的受苦有何价值 如果我头痛 第一件事就去吃两伙子和药 因为头痛没有任何好处 我完全不需要这种非建设性的受苦 另一方面 生命中有许多痛苦 可以让我们得到建设性的学习 对于建设性与非建设性这两个字 两组字 我比较喜欢代替字分别是存在性与精神观能性 存在性与存在性的痛苦是生存本来的一部分 是无法躲避的 例如成长的痛苦与学习独立的痛苦 再度学习互相扶持或依靠的痛苦 割舍与丧失的痛苦 年老与死亡的痛苦 这么多的痛苦中我们可以学到许多 另一方面 精神观能性的痛苦是指情绪上的 不是生存本来的一部分 它是非建设性及不必要的 会阻碍人们的生存 对于精神观能性的痛苦 越快解决掉它越好 因为那就像是背着98斤高尔夫球肝去打球 而实际上你只需11、12斤就够了 这是多么沉重的类罪 这是多么沉重的类罪 50年前佛洛伊德的理论开始滲透到知识分子时 有许多比较前卫的父母知道罪恶感可能与精神观能症有关 于是决定要扶养毫无罪恶感的孩子 于是决定要扶养毫无罪恶感的孩子 对孩子而言这是多么糟糕的一件事 我们的监狱监劳中擠满了缺乏罪恶感的人 我们需要一定分量的罪恶感才能生存在社会中 这是我所谓的存在性罪恶感 但是我要强调过多的罪恶感不会帮助生存 反而会有爱妨碍 精神观能性的罪恶感不紧不必要 而且会剥夺生存的乐趣与安宁 精神观能性的罪恶感不紧不必要 而且会剥夺生存的乐趣与安宁 在此说到另一种痛苦的感觉 焦虑 每个人都需要一定分量的焦虑才能有效地生活 举例说如果我们到纽约演讲 演讲我们也许会焦虑如何才能到达 于是我的焦虑便会促使我去看地图 如果我不焦虑 我也许会迷路到加拿大 留下上千名听众在脑约空等 所以我们需要一些焦虑才能好好活着 但是超过了限度的焦虑不会增进我们的生存 反而会妨碍他 我可能会这么想要是我的轮胎洩气或发生意外 纽约市附近的人开车都很快 就算我到达了演讲的地方 我也许会找不到停车位 很抱怯纽约的听众 这超过了我能力所及 这种焦虑性的恐惧 没有为我的生活带来帮助 反而带来限制 显而是一种精神观能症 人类是天生逃避痛苦的生物 就像欢迎一切痛苦是很愚蠢的 逃避所有痛苦也是同样愚蠢 我们在生命中所做的基本抉择之一 就是选择走上聪明的自私之路 或是逃避一切问题 走上愚蠢自私之路 要做这个决定 就必须学习分辨精神观能性的 neuro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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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它是一连串的问题 而面对问题 与解决问题的过程是很痛苦的 不同的问题能引起许多不舒服的感觉 挫折 悲痛 哀伤 寂寞 内疚 后悔 憤怒 焦虑 恐惧 沮丧 或绝望 这些感觉 事常就像肉体受苦一样痛苦 正是事件所引起的痛苦使我们称之为问题 而就在面对于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生命找到自己的意义 问题能换起我们的勇气与智慧 事实上问题创造了我们的勇气与智慧 问题是解释解 问题是决定成功与失败的分水领 因为有问题我们在心理与心灵上才能成长 另一方面不去面对生命的问题往往使我们失去更多 大多数人试图敷衍问题而不是给予正面的回应 我们试图摆脱问题而不是忍耐过去 的确逃避问题与问题所伴随的痛苦的倾向是所有心理疾病的主要根源 的确逃避问题与问题所伴随的痛苦的倾向是所有心理疾病的主要根源 由于我们大多数人或多或少都有这种倾向 所以我们大都缺乏完整的心理健康 健康的人学会不躲避 而是迎接问题 虽然我们每次面对问题时 不见得都能保证成功 聪明的人却知道唯有透过面对与解决问题的痛苦我们才能学习成长 一三六页 责任的抉择 责任的抉择 多数前来看心理医生的人不是患有精神观能症就是身受人格失调之苦 如心灵地图中所说 这些症状的根源是责任失调 神经观能症者承担了过多的责任 而人格失调者承担的责任又不够 这两者是处理生活的问题的两种极端 当精神观能症者面对冲突时 他们往往将责任归咎于自己 人格失调者则将责任推给别人 人观能症者与人格失调者的说话方式也不一样 精神观能症者的说话中时常出现 我应该 我不应该等言辞 显示一种自卑的自爱形象 觉得自己总是没有达到标准 总是做错误的抉择 而人格失调者的言辞中充满了 我不能 我无法 我必须 显示一种相信自己没有能选择力量的自我形象 行为完全受外来力量的主宰 在1950年前人格失调者个字眼 并不能成为一种诊断的类别 大多数的人格失调被当成精神观能症 而精神观能症被分为两大类 自我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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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自我相容 自我失和的精神观能症 是一个人的自我对抗问题的情况 由于当事人不想让问题存在 所以会切法消除 自我相容的精神观能症 是一个人的自我 是一个人的自我 不愿意 承认有问题的情况 更别说去解决问题 当我在琉球当陆军心理医生时 遇到两个女子 她们都非常怕蛇 她们的恐惧之所以成为问题 是因为这些恐惧 严重干扰到生活 琉球是这种恐惧的天然产地 岛上有一种特有的虾布毒蛇 HABU 它的大小介于大响味蛇 与小网蛇之间 就服夜出 当时琉球 大约有十万个美国人 大约每年 每两年 会有一人被 捕虾 蛇咬死 而半数被咬的人 总是在晚上 跑到松林中 而不是在陆军宿舍区 当时有适当的宣传 所有美国人都知道 这种蛇 所有的医院也有必要的解药 总之 好几年来没有美国人被蛇咬死 第一位出现的女子 約三十岁来到我的办公室见我 我对蛇有一种 很荒唐的恐惧 她说 我晚上不敢爱出 不敢带小孩出去看电影 也不敢陪丈夫上去乐部 这真是傻 因为我知道 几乎没有人被蛇咬 我觉得很笨 从她的言语中 可以发现她的恐惧 正是一种自我失和的 这种恐惧 不符合她的自我形象 因此与她相争突 虽然她大多数时候都被困在家中 尤其害怕在晚上外出 但是她想要找出方法来减轻恐惧 不让恐惧妨碍她的活动 佛洛伊德曾经指出 恐惧症通常是真正恐惧的代替品 我们从治疗中发现 这位女子从来没有真正处理过 面对死亡与邪恶的恐惧 而这是有关存在的大课题 一旦她开始面对这些课题 虽然她仍然会胆怯 但是她开始能够与孩子 丈夫在晚上外出 感谢心理治疗 等到她准备离开楼围时 她已经踏上了成长之路 第二位女子对蛇的恐惧 是我在她家中作客用晚餐时 聊天才发现的 她四十多岁 丈夫是一个行政主管 她在想望中 我得知她的生活已经接近隐居 她很兴奋地说出她是多么渴望回到美国 因为她在琉球 等于是被困在家里 我无法外出 因为那些可怕的蛇 她说 她知道其他人会在晚上外出 但是她说 如果她们要做蠢事 那是她们的问题 更过分的是 她怪责美国政府 以及琉球岛 因为她们应该对付那些可怕的蛇 就像典型的自我相容型的恐惧症 她不把她的恐惧看成是她的问题 她从来不会想要就诊 即使她的恐惧所造成的妨碍非常明显 她容许她的恐惧妨碍她的生活 她拒绝参加任何离开住处的社交聚会 即使那些聚会对她丈夫的工作很重要 她似乎没有考虑到 这也许会危害她的事 如果这两个案例所显示 如这两个案例所显示 精神观能症比较容易以心理治疗来处理 一类患者接受责任 知道自己有问题 而人格失调者就比较困难 因为她们不认为自己是问题的根源 她们觉得别人才需要改变 而不是她们 因此无法承认自我省 自我省察的必要 所以生命中存在性的痛苦 有一大部分是要不停地分辨或选择 我们该负什么责任 不负什么责任 以求达到健康的平衡 人格失调者显然会逃避存在性的痛苦 但是精神观能症者也会如此 只是较不明显 精神观能症者把一切问题都当成自己的责任 虽然不需要做抉择 逃避了存在性的痛苦 但是最后她们会承认 但是最后她们会承受更多的精神观能痛苦 她们所逃避的存在性痛苦 也会只是需要对别人说 不到此为止 分辨什么是应该负的责任 这是人类所要持续接受的挑战之一 永远无法得到彻底的解决 在生命不停变化的事件演变中 我们必须不断地评估 与再评估自己的责任所在 没有既定的公式 每一个情况都是新的 每次我们都必须重新考虑我们的责任 这种抉择会出现成千上万次 几乎直到我们死亡那一天为止 139页信服的抉择 139页信服的抉择 信服的抉择 纪律是解决生命问题的方法 一切纪律都是某种形式的信服 分辨责任的纪律是最重要的 因为我们必须承受抉择服从所带来的存在 因为我们必须承受抉择信服 所带来的存在性痛苦 决责信服的对象 不管是我们的自我爱上帝或甚至邪恶的力量 例如当我们年幼时多多少少必须信服于父母或其他照顾者 当我们成年后就可以决定何时信服父母何时不信服 尤其是在价值观上 我们必须选择是否要信服上 尤其选择什么样的上帝去信服更高的力量更高的力量 这个名词是在匿名介绍协会的介绍十二步骤中 所讲为流传的 在真诚共识中 我说这个名词意味着 有某种比我们个人更高等的事物 可以让我们去信服 不管那是物是爱光明真理或上帝 遵照你的旨意 而不是我的 这是信服的荣耀示范 遵照你的旨意 而不是我的 是这种信服的荣耀示范 而关键字是旨意 信服就是有效地把人类的意志 屈就于某种比自己更高的事物 上帝是光 上帝是爱 上帝是真理 我们不需要相信上帝 但是如果要健康 就必须把自己信服于上帝的这些特征 信服于光明可以被解释为 信服于意识的抉择 也就是觉察 外在的觉察与内在的省思 外在的觉察与内在的省思 信服于爱的抉择 也就是选择是否愿意 牺牲自己成全他人 也并不单纯 爱是尝试非常隐约神秘的 在心灵地图中 我对爱的定义是 愿意为了自己或对方的心灵成长 想而牺牲自己成全他人 这个定义 承认了爱 远超过浪漫 婚姻或为人父母 爱有许多矛盾 考验着我们文化中的习俗 与大众的思想 在心灵地图 有关于爱的章节中 我必须先说明 什么不是真正的爱 譬如浪漫 好对抗我们文化中的黑板形印象 例如 我们都听过 诗比授有福 但我觉得应该说 诗与授一样有福 许多精神观能症患者 对此存着内疚 被逼要达到文化或宗教的 慈悲理想 结果造成更多的怨恨与摩擦 而不是真正的爱 我们不愿意接受赐语 因为我们会觉得受到控制 仿佛如此就亏欠某人一辈子 我与你们结婚后的头几年 我们搞了一个所谓的罪恶感银行 每当我为你们做了什么事 就表示我存钱在罪恶感银行中 当他为我做了什么事 后我的存款括弧价值就会减少 就像许多伴侣 我们花了好几年才会 才学会摆脱这种傻事 有些人由于教养与文化的影响 拒绝接受任何恭维或赞美 这种对于爱的无能接受 几阔就像无能给予爱一样具有破坏性 我们也比较到爱是温柔的 爱是仁慈的 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必须表现 所谓的严厉的爱 tough love 爱是尝试无灵两可的 有时候需要温柔 有时候需要严厉 事实是 一直不断委屈自己 迎合他人并不是真正的爱 对爱的信服并不是任人浅答 就像我们终其一生必须选择我们的责任 我们也必须选择什么时候爱人 什么时候爱自己 我觉得爱的关键在于自己的调整 除非我们能够真正爱自己 否则我们无法爱别人 在许多人际关系中 你会看见人们以爱为名义 试图改造对方 不管我们怎么想 这种改造通常是自私的 控制的 无碍的 在我自己多年的婚姻中 你们与我必须下苦工才能调整我们 想要改造对方的欲望 到达一种包含接纳与了解的爱 由于文化的教导 许多人把爱与行为画上等号 他们觉得必须做些什么 才能符合自己与对方的期望 矛盾的是许多时候什么都不做 只是保持自然的自我 而不要时时刻意做什么 就是爱的表现 例如我非常喜欢谈论神学 但是基于爱 我克制自己与我的孩子谈神学 因为那会是一种侵略性的传教 在我的小说 友善的说法中 少女珍妮问她父亲 是否相信来生 她的回答是 第二 有些重要的问题 我们应该自己去找答案 在这里她收敛了自己的意见 这是对她女儿非常 慈爱与尊重的表现 然后我们谈到对真理的信服 这是非常复杂与必要的课题 不仅是接受科学性的证明 或遵循实验室的科学步骤 在心灵地图中 我把对事实 真理的追求列为生命四大基本纪律之一 对于这项纪律 我说偶尔尔隐瞒部分的事实 也许是一种爱的表现 但即使是这种微小的欺骗 都可能极有危险性 我感觉必须对这种欺小的善意方言 建立更严格的判断标准 隐瞒了关键性的事实 并不下于且方 这种方言不紧不具爱意 而且会导致怨恨 它只会增添世界上的黑暗语困惑 相反地说实话是一种爱的行动 尤其是冒着危险说实话 实话减轻了黑暗语困惑 增加了世界的渴望 增加了世界渴望的光明 当我们要说方时 通常是在逃避行动的责任 以及行动之后的痛苦后果 我永远感激我的父母在小时候 教导我一个最简洁有力的表达 面对音乐 面对音乐 face the music 也就是敢作敢当 面对后果 不要遮掩 不要雪坊 摊在阳光下 这个意思虽然清楚明了 但是我现在才想到这句话有点奇怪 是为什么 为什么是音乐呢 为什么这种可能很痛苦的事 被称为面对音乐 而我们通常觉得音乐是很愉快迷人的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句话源自何处 也许自眼的选择很深奥 有神秘的意义 因为当我们信服于诚实时 我们是与现实生命达到一种和谐 尽管永远不会毫无痛苦 但是会越来越协调越矣 在真理的抉择上 谎言仿佛是我们 只会对他人做的行为 其然 其实不然 我们更会对自己说谎 这两种谎言彼此狼狈为奸 造成不止息的恶性循环 虽然我们无法永远欺骗所有人 但是我们自我欺骗的能力 是几乎无止尽的 只要我们愿意付出邪恶或疯狂的代价 这是最终极的代价 自我欺骗不是善待自己 刚好相反 他就像欺骗别人一样恶劣 而且理由也相同 增加自我的黑暗与困惑 一层一层扩大阴影 所以对自己诚实的抉择 就是心灵健康的抉择 也就是我们对自己最有爱意的抉择 在个人信仰方面我们面临了许多複杂的选择 不能依赖科学的确实性 如果我们选择相信某种事物 是否表示该事物就是真理 如果是这样 信服真理只不过是信服自己而已 上帝就是真理 所以选择信服上帝 我们是选择信服于一个比我们更高的真理 在邪恶心理学中 我说由于我们都被赋予自由选择的权利 我们会信服于错误的事情 我也说明了生存只有两种状态 信服于上帝与善良 或拒绝信服于任何高于自己意志的事物 这就自动使人成为魔鬼的奴隶 我引述了路易士 C.S. Lewis 的话 宇宙中没有中立之处 每一方寸每一分秒 若不是属于上帝 就是为撒旦所占据 也许我们会觉得自己可以站在上帝与魔鬼之间 不信服于善良或邪恶 但是不选择也是选择 走在围墙上 终究也是无法忍受的 于是不信服的抉择 终究会失败 使命的抉择144页 139页 信服的抉择 信服的抉择 纪律是解决生命问题的方法 一切纪律都是某种形式的信服 分辨责任的纪律是最重要的 因为我们必须承受抉择服从所带来的存在性痛苦 因为我们必须承受抉择信服的对象 不管是我们的自我爱上帝或甚至邪恶的力量 例如当我们年幼时多多少少必须信服于父母或其他照顾者 当我们成年后就可以决定何时信服父母何时不信服 尤其是在价值观上不见得所有的信服都是好的 成年后仍然完全信服父母 这不是完全好现象就像信服于邪教一样 必须弄清楚我们信服于社会到什么程度 而什么时候我们将不信服于社会 就像我们必须调整价值观一样 最后我们必须选择是否要信服上帝 甚至选择什么样的上帝去信服更高的力量更高的力量 更高的力量 可以让我们去信服更高的力量更高的力量更高的力量 可以让我们去信服 不管那是力量是爱光明真理或上帝 遵照你的旨意 而不是我的 这是信服的荣耀示范 遵照你的旨意 而不是我的 是这种信服的荣耀示范 而关键字是旨意 信服就是有效地把人类的意志 屈就于某种比自己更高的事物 上帝是光 上帝是爱 上帝是真理 我们不需要相信上帝 但是如果要健康 就必须把自己信服于上帝的这些特征 信服于光明可以被解释为 信服于意识的抉择 也就是觉察 外在的觉察与内在的省思 外在的觉察与内在的省思 信服于爱的抉择 也就是选择是否愿意 牺牲自己成全他人 这并不单纯 爱是尝试非常隐约神秘的 在心灵地图中 我对爱的定义是 愿意为了自己或对方的心灵成长 而牺牲自己成全他人 这个定义 承认了爱 远超过浪漫 婚姻或为人父母 爱有许多矛盾 考验着我们文化中的习俗 与大众的思想 在心灵地图关于爱的章节中 我必须先说明 什么不是真正的爱 譬如浪漫 好对抗我们文化中的黑板形印象 例如 我们都听过 诗比授有福 但我觉得应该说 诗与授一样有福 许多精神观能症患者 对此存着内疚 被迫要达到文化或宗教的慈悲理想 结果造成更多的怨恨与摩擦 而不是真正的爱 我们不愿意接受赐语 因为我们会觉得受到控制 仿佛如此 就亏欠某人一辈子 我与你们结婚后的头几年 我们搞了一个所谓的罪恶感银行 每当我为你们做了什么事 就表示我存钱在罪恶感银行中 当他为我做了什么事 后我的存款 括弧价值就会减少 就像许多伴侣 我们花了好几年才会 才学会摆脱这种傻事 有些人 由于教养与文化的影响 拒绝接受任何恭维或赞美 这种对于爱的无能接受 几阔就像无能给予爱 一样具有破坏性 我们也比较到爱是温柔的 爱是仁慈的 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必须表现 所谓的严厉的爱 Tough Love 爱是尝试无灵两可的 有时候需要温柔 有时候需要严厉 事实是 一直不断委屈自己 迎合他人并不是真正的爱 对爱的信服并不是任人浅答 就像我们终其一生必须选择我们的责任 我们也必须选择什么时候爱人 什么时候爱自己 我觉得爱的关键在于自己的调整 除非我们能够真正爱自己 否则我们无法爱别人 在许多人际关系中 你会看见人们以爱为名义 试图改造对方 不管我们怎么想 这种改造通常是自私的 控制的 无爱的 在我自己多年的婚姻中 你们与我必须下苦工才能调整我们 想要改造对方的欲望 到达一种包含接纳与了解的爱 由于文化的教导 很多人把爱与行为画上等号 他们觉得必须做些什么 才能符合自己与对方的期望 矛盾的是许多时候什么都不做 只是保持自然的自我 而不要时时刻意做什么 就是爱的表现 例如我非常喜欢谈论神学 但是基于爱 我克制自己与我的孩子谈神学 因为那会是一种侵略性的传教 在我的小说友善的说话中 少女珍妮问她父亲是否相信来生 她的回答是 有些重要的问题 我们应该自己去找答案 在这里她修炼了自己的意见 这是对她女儿非常慈爱与尊重的表现 然后我们谈到对真理的信服 这是非常复杂与必要的课题 不仅是接受科学性的证明或遵循实验室的科学步骤 在心灵地图中 我把对事实真理的追求列为生命四大基本纪律之一 对于这项纪律 我说偶尔尔隐瞒部分的事实也许是一种爱的表现 但即使是这种微小的欺骗都可能极有危险性 我感觉必须对这种欺小的善意谎言建立更严格的判断标准 隐瞒了关键性的事实并不下于且方 这种方言不具爱意而且会导致怨恨 它只会增添世界上的黑暗与困惑 相反地说实话是一种爱的行动 尤其是冒着危险说实话 实话减轻了黑暗与困惑 增加了世界的渴望 增加了世界渴望的光明 当我们要说方时通常是在逃避行动的责任 以及行动之后的痛苦后果 我永远感激我的父母在小时候 教导我一个最简洁有力的表达 面对音乐face the music 也就是敢作敢当 面对后果不要遮掩 不要雪荒 摊在阳光下 这个意思虽然清楚明了 但是我现在才想到这句话有点奇怪 是为什么 为什么是音乐呢 为什么这种可能很痛苦的事 被称为面对音乐 而我们通常觉得音乐是很愉快迷人的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这句话 我们源自何处 也许自眼的选择很深奥 有神秘的意义 因为当我们信服于诚实时 我们是与现实生命达到一种和谐 尽管永远不会毫无痛苦 但是会越来越协调越矣 在真理的抉择上 方言仿佛是我们只会对他人做的行为 其然 其实不然 我们更会对自己说方 这两种方言彼此狼狈为奸 造成不知识的恶性循环 虽然我们无法永远欺骗所有人 但是我们自我欺骗的能力 是几乎无止尽的 只要我们愿意付出邪恶或疯狂的代价 这是最终极的代价 自我欺骗不是善待自己 刚好相反 他就像欺骗别人一样恶劣 而且理由也相同 增加自我的黑暗与困惑 一层一层扩大阴影 所以对自己诚实的抉择 就是心灵健康的抉择 也就是我们对自己最有爱意的抉择 在个人信仰方面我们面临了许多 复杂的选择 不能依赖科学的确实性 如果我们选择 相信某种事物 是否表示该事物就是真理 如果是这样 信服真理只不过是信服自己而已 上帝就是真理 所以选择信服上帝 我们是选择信服于一个比我们更高的真理 在邪恶心理学中 我说由于我们都被赋予自由选择的权利 我们会信服于错误的事情 我也说明了生存只有两种状态 信服于上帝与善良 或拒绝信服于任何高于自己意志的事物 这就自动使人成为魔鬼的奴隶 我引述了路易士 C.S. Lewis 的话 宇宙中没有中立之处 每一方寸每一分秒 若不是属于上帝 就是为撒旦所占据 也许我们会觉得自己可以站在上帝与魔鬼之间 不信服于善良或邪恶 但是不选择也是选择 走在围墙上 终究也是无法忍受的 走在围墙上 终究是无法忍受的 于是不信服的抉择 终究会失败 使命的抉择 一四四页 一四四页 使命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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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的技能或职业 世俗对于这个字的定义通常是赚钱的活动 但是宗教的定义比较符合字面的解释 更为更深奥 使命的原意是召唤 因此宗教对于使命的解释是 一个人被召唤去做的事 这也许与本来的职业大不相同 在整种情况下 使命以未着一种关系 如果一个人受到召唤 一定有某种事物在召唤他 我相信这种事物就是上帝 上帝召唤人类 不管怀疑或相信 不管是不是基督徒 去进行一些特定的活动 还有 上帝与每个人的联系是个人的 所以使命的召唤 也是非常个人的 上帝对我的召唤 将与对你的召唤大不相同 很明显 有些人的召唤是成为家庭主婦 有些人则成为律师 科学家或广告公司经理 职业的召唤有许多种 许多人还会有后继的召唤 在中年时 事常会有职业上的变更 比较不明显的是职业上有关心灵与道德的课题 比较不明显的是职业上有关心灵与道德的课题 身为科学家 我是否受召唤去参与武器的研发 身为律师 我是否应受召唤去辩护我觉得有罪的人 身为父产科医生 我是否应该进行堕胎手术 正如有些人会发现自己的职业在某方面不适合自己 有些人则花费数年 甚至一辈子 我逃避他们真正的使命 一名四十岁的陆军士官 有一次来找我 他在两个礼拜后 就会被调到德国 而他感到轻微的沮丧 他表示 他与家人都很厌倦千帅 将他这样高阶的受募军官 很少会来找心理医生 尤其是为了如此轻微的症状 这个人还有一些特别之处 能够成为是官长的 必然是很聪明能干的 但是我的病人同时也很温文如雅 我毫不惊讶地听他说 他的嗜好是绘画 我觉得他更像是一位艺术家 他告诉我 他已经服役了二十二年 我问他 既然你如此欠厌倦千帅 为什么不退役呢 我不知道退役后该做什么 他回答 我建议你可以画画 他说 他说 那只是个嗜好 我无法靠他为生 我不知道他画得好不好 无法反驳他的画 但是我用其他的方法来 探知他的抗拒 你的记录相当优秀 显然很有才能 我说 你可以找到很多好工作 他说 他说 我没有上过大学 我也不适合去推销保险 我建议他 可以用他的退休金回去上大学 他的回答是 但是我太老了 在一群鞋子里 我会不习惯 我要他在一周后 带一些他最近的画作 他带了两幅画 一幅是油画 另一幅是水彩 两张画都很结出很现代 充满想象力 甚至有点夸张 造型与色彩的运用有独度之处 我更详细询问 他说他一年画三四幅画 但是从来没有想卖 只是送给朋友当礼物 我说听着 你有真正的天赋 我知道艺术界竞争激烈 但是这些画绝对有人买 你不应该只把他 只把他画当嗜好 他男男说天赋只是主观的评判 只有我一个人说你有天赋吗 不止你一人 但是如果好高无远 必然会失足堕地 这时候我告诉他 显然他有逃避成就的问题 也许是因为怕害怕失败 或畏惧成功 或两者都有 我提议他开出不适合调任的医疗证明 他可以留在原岗位 我们可以继续探讨问题的根源 但是他坚持说去德国是他的职责 我建议他在德国找心理医生 但是我很怀疑他会采纳这项建议 我觉得他对于自己天赋的抗拒是如此强烈 他永远不会追随自己的使命 不管那召唤有多响亮清晰 我们有自由意志 因此可以选择拒绝上帝的召唤 虽然有天赋 但不表示我们会好好发展他 相对的我们也许会喜欢做某件事 甚至有天赋去做他 但这并不表示上帝要我们去做这件事 有些人听到了婚姻与家庭生活的召唤 有些人则听到了独身或甚至禁欲的召唤 不管我们相不相信命运 召唤来临时常曖昧不清 有一个事业成功的女子 拥有两个大学学位及许多职业的选择 当他在33岁面临了 可能将为人无事 他经历到痛苦的彷徨 他告诉我 以前我从来无法想象自己会被某个人所牵伴 不管是男人或小孩 我一直在反抗为他人负责的观念 我執迷于无所承诺的自由 根据我自己的聪明与欲望过生活 我不要依靠任何人 我不要任何人依靠我 当他坦然经历了不确定与怀疑后 他慢慢对自己产生全身的感觉 他说 我发现自己被逼放弃自由的生活 开始学习喜欢互相依靠的 容许我的伴侣与孩子加入 现在我无法想象没有孩子的情况 我无法清楚指出是什么力量推动我接受 身为母亲与忠诚伴侣的身自我形象 但是当我停止抗拒时 我的转变让我觉得非常自在 显然使命的达成不一定保证快乐 就像深受折磨的艺术家繁菊 但是心灵的心情 但是安宁的心情是可以期待的结果 但是安宁的心情是可以期待的结果 因此看到人能尽其才是很愉快的一件事 我们很高兴看到父母真心喜爱照顾子女 其中充满了和谐 相对的当我们看到不惜其位 未尽所长的人时 总会感觉非常不安 那是多么可惜的浪费 我相信上帝对我们每个人的独特召唤 最后会带来个人的成功 但是不一定符合这个世界对于成功的黑板定义 例如我见过 嫁给大富豪为妻的女子 拥有众人所羡慕的财富珠宝 符合所谓的成功定义 但是却生活在绝望中 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真正得到婚姻的召唤 感恩的缺责147页 感恩的缺责147页 十年前我收到两张支票 一张是演讲费 另一张是毫无来由的赠给真诚共同基金会的捐款 我一向认为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但是在这绝无仅有的时候 我一手拿着辛苦赚来的钱 另一手拿着令人惊喜的赠予 你想我对那一个更深传感激 在生命中很容易把事情当成理所当然 包括你好运与意外的赠予 的确在当今极端世俗的年代中 我们被鼓励把运气看成 只不过是一扎式子罢 我们把一切都想象成偶然或随机 假设好运与坏是平等的 最后一切会到达平衡 成为零或空无 这种态度很容易 就会导致一种绝望的哲学 所谓的虚无主义 虚无主义的逻辑 若是推演到最后 一切事物都变成无价值 是对于好运与意外的赠予 还有另一种看法 这种看法的背后是 一个超人般的给予者 上帝 他喜欢给予人类礼物 因为他特别喜爱我们 这些上帝与我们生命中的种种逆境是否有关系 无法确定 但是回顾起来 那些逆境是尝试恩赐的偽装 至于那些明显的赠予 有些人能够发现其中 吻含了模式 远比不幸的困境 要来得频繁与伟大 对于这种恩赐的模式 我们有一个名称 神恩 必须努力去争取的 就不能算是真正的因此 神恩不是争取来的 神恩是免费的 神恩 grace 免费 gratis 与感恩 gratitude 三个字 眼相互交融 如果你接受了神恩 你自然会感恩 有一位著名的传教士 告诉我一个故事 一个年轻的北方人 做生意出差时 必须开车经过南方 这是他这辈子首次来到南方 他连夜开车赶路 等到 等他到了南卡罗 来纳州时非常饥饿 就在路旁的餐饮店 点了煎蛋与 纳腸当早餐 早餐送来时 他很惊讶地发现 盘子上有一团白色的东西 那是什么 他问女士 玉米泥 天生 他带着浓厚的南方口音回答 但算我没有点玉米泥 他问 你不用点玉米泥 他回答 他就是会有 全教士说 这就狠像神恩 你不用点他 他就会有 在我的经验中 能把惊吓当成愉快的礼物来享受 对于心理健康事 很有益的 能够觉察到神恩的人 要比无法觉察神恩的人更能感恩 也更能带给他人快乐 为什么有些人自然地会感恩 有些人则不会 为什么有些人介于其中 感恩与怨柔兼具 感恩与厌柔兼具 我不知道 我们很容易相信 来自于温暖家庭的孩子长大后 自动会成为感恩的人 而缺乏家庭照顾的孩子 比较会成为不满分子 问题是 没有什么证据支持者的论点 到处都有例外的情况 我见过许多人的童年出身贫穷 压的甚至残酷的家庭 但是成年后 似乎肯自然会尊崇上帝 或至少尊崇生命 相反地 我也见过一些人来自 充满爱与温暖的家庭 却是地道的不知恩者 感恩的心很神秘 也许甚至是先天决定的 感恩也许不是可以抉择的 的确我相信感恩的心 本身就是一项赠予 换句话说 能够欣赏赠予的能力 就是一项赠予 这也许是除了坚强的意志之外 一个人所能得到最佳的恩赐 但这不表示感恩的心 无法经过抉择来培养 有一次我督到一位心理医生的工作 他的病人是一名四十来岁的男子 由于慢性的沮丧前来寻求帮助 他沮丧症而言他算是相当轻微 也许更正确的描述应该是消化不良 仿佛整个世界让他感觉消化不良 使他脏气打亦不止 他的症状持续了许久而没有改善 到了第二年快结束时 那位医生告诉我 在上次诊疗时 我的病人兴奋地告诉我 他开车时看得非常美丽的直扬 使他情不自禁大声赞叹 我说恭喜你 他问为什么 我说你的病人跨过了一个障碍 他正在顺康复中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人欣赏生命 他不再沉溺于事物的负面或自己身上 现在他能够发现周围的美丽 并表示感激 这代表了惊人的转变 后来我知道我的判断正确 他的心理医生告诉我 几个月后他仿佛成为一个全身的人 诚言一个人如何面对困境 好运或坏运是判断者的人感恩能力的最好依据 我们可以把某些坏运看成偽装的恩赐 也能保持谦逊 不把好运视为理所当然 我们是否时常抱怨天气的恶劣 或是能否欣赏天气变幻之美 当成一种恩赐 如果我们冬天被困在交通塞车阵中 是否坐在哪里发售 想要毁灭前方的车辆 或者想在暴风雪中 躲门有幸能躲在一两车里 我们是否集于抱怨工作 而不是切发增进自己的技能 小时候我的朋友 的父亲给我一套已经绝版的矮心结 HORATIOALGER 而同冒险故事集 我沉迷于其中故事里的英雄人物 都很感恩于他们的处境 他们不会抱怨困难 反而当成一种机会 而不是诅咒 我想同年时阅读这些书 对我有极大的正面影响 现今的社会令我担忧 因为这些书不紧绝版 而且被许多人视为陈康濫调 重庸负死的抉择 151 151页 松庸负死的抉择 151 松庸负死的抉择 151 松庸负死的抉择 每个人有一辈子的时间来准备 不幸的是 我们的文化中 对于年老的否认 是对死亡的否认 等量并进 这种否认阻碍了 年老最伟大的学习机会 如何接受极限 我们的文化否定极限 甚至认为应该没有任何极限存在 当然最真实的生命 无视不在挑战者看观念 但是无极限的思考方式 是许多电视广告的重点 有一个特别让我讨厌的广告是 一个六十多岁的妇女括弧 当然看起来只有四十多岁 再打网球 广告卖点是他服用了一些弱 所以他的风湿痛 无法阻止他打网球 广告的结尾是 有人欢乐地高呼 生命没有极限 现实是 我们都必须与极限共存 甚至当我们很年轻 充满活力与探险精神时 不然我们逐渐年老 然后我们逐渐年老 也面对越来越多的极限 于是我们必须做一些选择 像是要不要结婚、工作或退休 放弃其他的可能性 如果有人不得不坐上轮椅 要他相信他仍然可以跳上飞机 像往上一样去谈生意 这将是很愚蠢的作法 欢迎年老是不自然的 年老或面对任何改变都必然会产生 失落的沮丧 这是很自然的 但是欢迎年老的不自然 并不表示我们 可以否认年老的现实 以及被剥夺的痛苦过程 电脑就是逐渐被剥夺一切 包括灵敏、性能力、美貌与政治权力 我们的选择与可能性变得狹窄 我们必须学习与这些限制共存 死亡是最终极的剥夺 我尚听很多人说 如果 他们必须离开人世 彷彿他们可以选择此的 他们宁愿死得突然或且迅速 他们宁愿死得突然而且迅速 癌症与癌之病是如此恐怖 因为这种疾病死得很缓慢 逐渐败坏的过程使病人完全失去控制 对许多人而言这种过程等于失去尊严 被剥夺时的羞辱感是非常真实的 但是我们要学习分辨虚假的尊严 与真正的尊严 但是我们要学习分辨虚假的尊严 与真正的尊严 对于死亡的过程 自我的反应与灵魂的反应有天渊之别 我们的自我通常无法忍受肉体逐渐丢借的景象 视之为尊严的丧失 因为尊严只存在于自我之中 而不存在于灵魂 被迫放弃制时 被迫放弃控制时 自我会猛烈地抗拒 尽管这是一场赢不了的战争 相反的灵魂被剥夺的过程 相反的灵魂欢迎被剥夺的过程 灵魂欢迎被剥夺的过程 当我们放弃控制时 我们也放弃了虚假的尊严 将具有的痛受苦过程 因此也逃避了 学习成长的机会 从容赴死 所以也不是否认死亡 有些人否认死亡的方式是拒绝写遗足 不谈他们对死亡的感觉 或空想遥遥无期的未来计划 即使他们知道自己来日无多 否认死亡也许可以帮助缓和痛苦 但是也困住了我们 他不仅阻碍了有意义的沟通 也阻碍了生命最终的学习 我相信从容赴死 是选择把死亡视为学习的机会 把剥夺视为静化 把剥夺视为静化 使灵魂的真正尊严得以彰显 使灵魂的真正尊严得以彰显 在我的小说窗边之床中 我描述 阳路远一遮随死的病人 他们仿佛具有精神的光环 这种现象不是虚构的 当面临死亡的人 真正经历了沮丧的阶段 而到达接受死门的警戒时 真的会使旁人感觉到光辉 这是很多人亲身的经验 当我们面对不可避免的年老 与死亡过程时 只要我们愿意 我们可以升华 不是因为愿由 而是因为谦信 也许当我们终于学习接受一切都自有安排时 才会做下松荣父死的抉择 不管是否相信来生 松荣地影响死亡的怀抱 这种矛盾的不确定 却是对一种永恒信念的最高信服 这种矛盾的不确定 却是对一种永恒信念的最高信服 相信生命的一切都具备了最终的完整 相信生命的一切都具备了最终的完整 于是同样矛盾的 松荣父死 这种最重要的生命抉择 是选择放弃一切选择 把灵魂完全托付于真正力量的手中 是选择放弃一切选择 把灵魂完全托付于真正力量的手中 153頁 空无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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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頁 空无的抉择 死亡是最终极的空无 就算我们相信有来生 我们仍然畏惧死亡的虚空 因为我们并得知道另一边究竟是通往何处 有许多种不同的空无最重要的苦 也是最容易谈论而不至于故弄言虚的 是把空无解释为虚心 所谓无知的虚心 Emptiness of not knowing emptiness of not knowing Knowing 然后放弃无所不知的态度 不仅正确 患有益于心理健康 在我的青春时期 一位拥有无知的虚心的成年人 让我体验到一次极有助益的经验 成为我极佳的学习典范 在真诚共识一书中我描述了 我在高中15岁时 决定要离开艾塞特Axeter EXETR中学 现在回顾者的生命的转捩点 我很惊讶上帝给予我勇气这么做 毕竟我不仅违背了父母的意愿 离开了一所极富盛名的学校 也放弃了早已为我安排好的人生黄金道路 在那个年纪我并不清楚我到底在做什么 然而我已经踏出了一大步 离开了我所属的整个文化 那个文化所造就的上流圈子 是所有人都望着际进去的 我却弃之如你弊 可是我该去何去何从呢 可是我该何去何从呢 我面对着完全的未知非常惶恐 因此我在想做下整个重要的决定之前 我应该先征询一些学校老师的建议 但是要找谁呢 我想到的第一个人是我的辅导老师 事实上我没有两年半的时间没有说过话 但他是出名的好人 第二个人是那个脾气古怪的老主任 他是许多校有所爱带的老师 我想三是个好数字 但是我要找第三个老师就有点困难 最后我想到的我的数学老师 林区先生 他是个比较年轻的老师 我选择他并不是因为有什么教程 也不是因为他特别和爱学亲 事实上我觉得他是个冷漠黑板的数学呆子 但是大家都说他是个天才人物 他曾经参与马哈顿计划 美国的原子弹研发计划 中的高等数学运算 所以我想我应该找个天才 谈我的决定 我先去找我的辅导老师好先生 他听了我说了约两分钟 然后就温和地打断我的话 你在这里的表现的确欠佳 史考达 他说 但是还不至于到无法毕业的地步 再 艾塞特这样优秀的学校 以低分毕业 也比其他学校高分毕业来得有用 况且这样中途绝学对你的记录没有好处 再说 我相信你的父母会非常不高兴 所以你为什么不顺其自然 努力而为呢 接下来我去见古怪脾气的老主任 他只让我说了三十秒说 艾塞特是全世界最好的学校 他哼着鼻子说 你的想法真是愚蠢自极 你最好吸我振作起来 年轻人 我感觉越来越糟 最后去见 邻居先生 他让我一口气说完 花了约五分钟 然后他说 他仍然 不十分了解 要我再多谈一些关于学校 我的家庭 以及上帝 他竟然允许我谈上帝 还有我心里能想到的任何东西 所以我又继续说了十分钟 前后说了十五分钟 对于一个沮丧又不善辞 的十五岁男孩之来说 这是相当难得的 等我说完后 他问是不是可以问我一些问题 受到大人如此的关注 我肯乐意地回答 当然可以 而于是他又花了 半个钟头的时间 问了我许多问题 最后 总共经过了四十五分钟 这个被公认为不通人情的老师 向后 靠在扶手以上 露出苦虜的表情说 很抱歉 我没有办法帮助你 我不知道该给你什么建议 他的肉说 你知道要一个人完全切身处地替另一个人想着想是不可能的 但是就我目前对你的了解 如果我是你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还好我不是你 所以你可以了解 所以你可以了解 我不知道该给你什么宗告 我肯抱歉 我没有办法帮助你 这个人 几乎救了我的命 因为在 四十五年前的那天早上 当我走进灵区先生的办公室时 我几乎到了自杀的边缘 而当我离开时 我感到如释千斤纵乎 因为如果连一个天才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么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也是没大不了的 那么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也就没什么大不了的 而且如果别人都认为我的决定是疯狂的 而这个天才却无法明确地同意这个看法 那么也许 那是上帝对我的召唤 所以这个人没有提供任何答案 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做 于是他选择虚心 结果提供了我最需要的帮助 这个人肯听听我的心声 花时间在我身上 试着 切身处地为我着想 为我而牺牲他自己的时间 这个人对我付出了爱心 医疗了我的创伤 没有简单或容易的公式 在生命经验中 我们都必须忍受某种程度的空虚 接受无知的痛苦 我在心灵对话中说过 生命中有许多事情 都会让我们怪罪他人 但是成长就是要学习 调解 所以我们都要在心里再三思量 我要怪罪 还是原调解 我要怪罪 还是调解 或我要表现爱意 还是任人浅答 或者只简单地问 应该怎么做 应该怎么做 这是每一次面对新情况时 都要 都要 做的抉择 虽然没有固定的公式 但是 有引导的准则 来帮助我们做抉择 这是我们 这是我在不同的古星中 所提到的 潜意识总是 比意识快一步 问题是 我们不知道他朝正确的方向 还是错误的方向进行 我们无法判断 常听到的 哪个小声音 到底是圣灵的 还是撒旦的 也许只是我们的内分泌 因此 要在当下 就知道我们是否正确 这是几乎不可能的 知道 是属于意识的范畴 然而 如果你的本意是善良的 当善良似乎显得很无灵两可时 我觉得98%是如此 你愿意去承受一切痛苦 那么你的潜意识 就永远会朝正确的方向 领先你的意识一步 换句话说 你的行动将会是正确的 但是当你行动时 你不会有余霞 知道你是正确的 不错 你之所以正确 就是因为你愿意放弃那种余霞 如果这个准则似乎很曖昧 那么你也要记住 世上所有的邪恶 几乎都是由那些 绝对 相信自己知道 自己在干什么的人所干出来的 那么你也要记住 世上所有的邪恶 几乎都是由那些 绝对 相信自己知道 自己在干什么的人所干出来的 第五章 第五章